另外花蓮慈激医院5号开始一连两天的上午场次 将会为将近150多名的肾脏病友来接种疫苗 不过也特别提醒慎友在接种疫苗完了之后 不可以多喝水避免水分摄取过多而引发被水肿 若有发烧超过38.5度以上才能够服用解热诊通药 花蓮慈激医院5日6日两天 为新冠肺炎高风险出群的近150名肾脏病友接种疫苗 但近日传出多例疫苗不良反应 接种洗肾患者名列其中 让不少肾友想打疫苗又害怕副作用 花蓮慈激医院表示 刚完成肾脏移植的患者不适合施打 第二种是血小板低下出血的肾友不适合 只要注意打疫苗前状况控制良好都可安心施打 肌肉酸痛 比较常见 其他的话其实都还好 因为我们洗肾的病人不可以喝水喝很多 像我们正常人的话 像这样正常我们都会说多喝水 可是人也不可以咬 有什么不舒服 吃了果辣粉还是一样 就赶快到医院 因为洗肾病人事实上 他是一个属于高风险的 这个他的免疫力比较差 所以他一旦得到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 可能身体会比较承受不住 在分类里面他是排在比较前面的 那在这几天我们也为我们医院里面 还有在花莲里面有一些洗肾病人 大概200多位我们也帮他们打疫苗 那要注意什么最主要就是第一个 其实洗肾是可以打疫苗的 可是如果他今天有这个曾经对什么食物药物 也很严重的过敏 或者他有服用一些免疫抑制剂 或者14天之内有打过其他的疫苗 这个我们可能就要注意 不过这些我们在之前医生都会询问 都会了解之后很谨慎的帮他们注射 华林辞院提醒 圣友在接种疫苗前 一定要先经肾脏科医师评估病况后才能接种 接种当天如果有不适症状 不要勉强接种 可等下次再打 另外圣友打完疫苗后不可多喝水 水分摄取过多可能引起肺水肿 并留意体温变化 若有发烧超过摄氏38.5度以上 才能服用解热症痛药 如果发烧超过两天建议尽速就医 接着长邦彦火灵师报道